前年僵尸王所流血块,竟直接让一普通女孩摇身一变化为僵尸女王 路见不平狮子喉,吓得僵尸伯爵不敢言语 仅用一颗门牙就可将伯爵击退 更是违反力学凌空飞行,声势浩大,磨微震天 称为新一代僵尸王者 阿正是名僵尸猎人,效忠于组织行走在黑暗中 可仅凭一介凡人之躯,如何能与僵尸厮杀 原来阿正每次行动前都会喝下僵尸血 以此来获取超凡力量 这固然有力也有弊 半人半僵尸状态下,一个小时内不服下解药 就会彻底沦为僵尸 同时,阿正身负奇怪的诅咒一生命中天煞孤星 跟他搭伙的人屡屡死于非命 新来的搭档小忠私下是阿成的小迷妹 对于工作上的各种要求,小忠从来也是说一不二 但由于小忠的到来 却让阿正的妹妹小蔡非常不满 两女之间更是存在着明争暗斗 一个普通的波娃娃就能导致两人大打出手 另一个则是从小耳濡目染 两人都有自己过人之处 之间一时也分不出高下 最后还是阿成闻声而来 才阻止了这两人的这场闹剧 一日,小蔡男友拍拍屁股跑了 小蔡伤心之余,在饭馆时得了僵尸家族的五皇子 两人一见清晰,彼此之间都有了好感 作为僵尸家族的皇室,五皇子也是个怪人 他生性善良,从未伤及无辜 更是抵制血脉中的冲动,不曾稀释人血 一直用家族供给的血浆度日 两人陷入了爱情的漩涡,茶饭不思 同时也无话不谈 五皇子更是为了小蔡忍着疼痛 白天出现在街上 两人感情也是一日千里 不同于这边的岁月静好 阿征则和拍档小钟 马不停蹄地追杀僵尸 近日他们发现 欧洲僵尸大量出现在亚洲 进行一系列调查后 他们察觉到一个秘密 僵尸皇族内讧 欧洲僵尸王以及另外五个王子 几日之内都被秘密杀害 身上的血缘被夺取 阿征怀疑凶手可能想打开僵尸皇族磨点 传闻里面藏有千年僵尸王 临死之前留下的血块 如果僵尸服下血块 甚至可以日间行动 而几位王子血缘就是磨点钥匙 唯一剩下的就是亚洲的五皇子 可他们并不知晓五皇子所在 由于情报不足 阿征只得继续收集情报 正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阿征服下僵尸血 冲上何以僵尸厮杀 而身为老猎人的阿征 自然经验非凡 僵尸的一扑一抓一咬 分分钟被阿征识破 可正在要结果僵尸的时候 小忠飞身出现抢人头 新进猎人都是理论派 最终小忠不但没帮上忙 反而拖了阿成后腿 让本该消失的僵尸爬墙逃走 毕竟是新人 阿征也没有办法 随后他向小忠寻要解药 将解药一饮而尽后 阿正发现不对劲 小忠大一下带了错误的药瓶 而身上僵尸血发作 让阿正不得不赶回家 但本该满满的解药柜 竟是一瓶解药都没有 原来阿正的妹妹小菜 将解药错认为香蕉油 几瓶解药都被做成了面包 阿正对面包一阵子挥舞 可面包内的解药含量 根本是杯水车薪 阿正顶不住僵尸血转化 在人和僵尸之间迅速转化 最后更是失去理智 狂性大发冲向小忠 小忠虽平时粗心大意 可毕竟不是普通人 将僵尸阿正制服后 却不忍心杀死偶像阿正 可能是善友善报 隔日阿正醒来后 竟是奇迹般的恢复为人 另一边 五皇子吃过小菜面包后 心中顿时忧郁起来 自己身份常人肯定接受不了 一阵思索有所决断 决定当面告诉小菜自己僵尸的身份 小菜文言却是丝毫不惧 甚至觉得五皇子要利用僵尸身份甩了自己 坦言自己根本不在乎 就在两人谈话时 五皇子直接晕了过去 由于长时间不喝血 五皇子身体异常虚弱 小菜带他去医院找雪袋 当然两人没想到的是 雪袋虽是成功拿到手 可伯爵的杀手也紧碎而来 两人被身后僵尸紧追 幸得被开救护车的龙叔救走 身后追兵自然不会罢休 飞身冲上救护车 想将司机龙叔杀死 可别看龙叔是个普通司机 手上功夫却不是常人 一介凡人与僵尸缠斗 竟是丝毫不落下风 集中生智的龙叔 大把大把的精神药物 让僵尸脑部神经烧毁 听着一旁动感音乐 僵尸直接手舞足蹈起来 几人也成功摆脱危机 此事过后小菜也有所成长 回到家里和小忠主动和好 一声一声的大嫂 喊得小忠心花怒放 两人顿时组成统一战线 可好景不长 五皇子赠给小菜的戒指 无意间落下 正好被阿正发现 阿正心里顿时一亲二楚 通过跟踪 来到五皇子藏身的教堂 可这时的教堂早已一主 僵尸伯爵纠却巢 而阿正前搭档 正是被伯爵所杀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阿正直接摆开架时 不曾想伯爵背后偷袭 一飞爪正中阿正心脏 随后约会的小菜和五皇子 也接到伯爵的威胁通知 要用五皇子换取阿正性命 五皇子和伯爵对峙 但是伯爵越老越精 已经存世多年的伯爵 五皇子哪是对手 更是被空手套白狼 杀死管家的同时将皇子制服 另一边 小忠俩人偷偷解救阿正 此时阿正已经彻底变成僵尸 六亲不认 对着两人就是咬 两人不是僵尸阿正的对手 眼见小菜危在旦夕 小忠面对自己的偶像 不得不狠下杀手 僵尸猎人阿正也就此消逝 伯爵夺取五皇子血缘 用六血缘打开皇族摩铁 眼见大忌已成 更是难掩自己心中激动 小菜小忠来到教堂 两人撑起最后的门面 是要阻止伯爵诡计 手中银剑不断挥舞 大厅僵尸也是一死一大片 两人宛如战神附体 僵尸杂兵不是义和之敌 伯爵最新磨点秘密 根本不管手下小弟死活 眼见千年僵尸王血块出现 两人同时冲向伯爵 伯爵虽将小菜击飞 却被小忠抢走大半血块 心中圣地 哪容得旁人践踏 伯爵顿时狂性大发 小忠健壮 直接扶下血块 而通过血块转化 小忠也变成了僵尸女王 一个普普通通狮子吼 吼得伯爵心慌慌 两人再次站成一团 通过僵尸王血块增幅 形势好似一边倒 好在伯爵有铁爪防身 且小忠也未完全融合血块 战况瞬间急转 伯爵狂性大发 一脚将小忠踢飞 就要对小菜下手时 一旁小忠再次苏醒 违反物理定律 腾空飞离墙面 仅用一颗大牙 就将伯爵铁爪击飞 神情也一改往日 夹带稍显邪恶感觉 随后直接原地旋转 形成漆黑雾球 伯爵挡不住雾球吸引力 渐渐陷入雾球内 被小忠直接打飞 小菜接连飞身一银剑 趁机刺入伯爵心脏 小忠直接一板凳 击中银剑柄再次下线 伯爵心脏受损 痛苦抽搐 而在小忠帮助下 两人终将伯爵杀死 影片的最后 小忠 五皇子 小菜三人 也成了新一代的僵尸猎人 前期便是由真子丹指导 钟心童 蔡卓妍等人出演的 喜剧动作类电影 中外合拍脑洞大开的大杂烩 又结合了两项 最有卖座保证的元素 动作与特技 影片的特效制作与国际接轨 以魔幻色彩标新立异 将感情和斗争巧妙的融合到了一起 可是剧情方面却是有所薄弱 但演员也都颜值在线 虽影片的服装也让人诟病 不符合现代审美观点 可这也有了回忆往昔的感觉 成龙大哥友情客串 承包了整个片中主要笑点 莫温卫也是一展芳容 昙花一线的何超仪 火车站大战僵尸部队一幕 打得尤为灿烂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哟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